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种子埋在土里 会不会长出大西瓜呢 爸爸笑着说 如果你们好好照顾它 或许真的会长出西瓜哦 堂堂和贝贝高兴极了 他们分别选了几颗种子 种在了自己的花盆里 爸爸 西瓜什么时候才能长出来啊 才刚种下西瓜种子 贝贝就已经开始着急吃大西瓜了 如果你们好好照顾它的话 大概三个月就能吃到甜甜的西瓜了 三个月是多久呢 贝贝不知道 堂堂也不知道 但是它们每天都会去看望种子 有时候还会给种子唱歌呢 它们盼啊盼啊 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 三天过去了 哎呀 种子怎么还是没发芽 哼 难道它们在土里睡着了吗 贝贝都有点泄气了呢 不过一周以后 真的有许多绿色的嫩芽从土里钻出来了 它们就像小宝宝一样慢慢长大着 小小的嫩芽中间长出了叶子 叶子又慢慢长成了幼苗 不知不觉中 幼苗已经开始伸展出长长的藤蔓了 瞧 花盆都要装不下了 爸爸高兴地说 孩子们 你们需要给西瓜苗换一个更大的家了 在爸爸的帮助下 堂堂和贝贝给西瓜苗换了一个更大的家 从小小的花盆搬到了大大的院子里 爸爸告诉他们 现在西瓜苗需要补充营养了 贝贝问爸爸 他们喜欢喝牛奶吗 爸爸笑着说 西瓜苗可不喜欢喝牛奶 他们喜欢肥料 比如动物的粪便 那多脏呀 我才不要呢 贝贝贝撇了撇嘴 很嫌弃的样子 要付出才能收获果实哦 难道你们不想收获西瓜了吗 贝贝想了想 嗯 琪琪家的小鸭子不喝牛奶也在长大 那西瓜苗不吃肥料也会长出西瓜的 于是 贝贝放弃了给西瓜苗喂肥料 她高兴地回家看动画片去了 那么堂堂呢 她会放弃吗 哦 堂堂牢牢记住了爸爸的话 付出才有收获 只是该去哪里找小动物的粪便呢 对了 聪明的堂堂也想到了 奇奇家的小鸭子 堂堂来到奇奇家 当她说出自己是来收集小鸭子的粪便时 奇奇简直不敢相信 堂堂姐姐 你真的要小鸭子的臭臭吗 堂堂不好意思地笑了 是的 奇奇 越多越好 只有这样我才能种出大西瓜 堂堂真的能种出西瓜吗 奇奇有点不太相信 但她还是帮堂堂收集了很多小鸭子的臭臭 谢谢你 奇奇 等我种出西瓜一定会送给你的 堂堂捏着鼻子 提着一袋子臭臭 匆匆赶回家施肥去了 爸爸果然说得没错 堂堂的西瓜苗补充了营养后 没几天就开出了好几朵嫩黄色的小花 漂亮极了 不过 贝贝的西瓜苗不仅没有开出一朵花 看起来还有点懒洋洋的 瞧 有几片叶子还发黄了呢 爸爸提醒贝贝要好好照顾西瓜苗 不然最后可得不到西瓜了 放心吧 我的西瓜只是长得慢了点 贝贝总是这么回答 一转头 她又跟乐乐玩小汽车去了 不知不觉 两个月过去了 在堂堂的细心照顾下 她的西瓜苗长得越来越好了 有一天早晨 堂堂惊奇地发现 原先的小黄花底下 竟然长出了拇指大小的西瓜 一个 两个 三个 堂堂仔仔细细地数了好几遍 足足有六个小西瓜呢 堂堂高兴地拉着全家人来观赏 咦 贝贝呢 她的西瓜怎么样了呢 哦 糟糕 贝贝的西瓜苗看起来好像生病了 一直没有开花结果 贝贝很不开心 哼 爸爸太偏心了 把好的种子都给了姐姐 爸爸告诉贝贝 种子都是一样的 但是付出的努力不一样 结果就会不一样 想要得到西瓜 得先付出努力才行 贝贝 你好好想想 当姐姐为种子浇水施肥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呢 嗯 我在看电视 打游戏 来来来 想到这些 贝贝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 这时 堂堂热情地邀请贝贝 一起照顾她的小西瓜 贝贝使劲点点头 很快 三个多月过去了 在堂堂和贝贝的细心照顾下 小西瓜已经长成了圆溜溜的大西瓜 他们把最大的西瓜送给了琪琪和小鸭子 瞧 他们还在家里办了一个西瓜派对呢 堂堂和贝贝自己种出的西瓜 真甜啊 小朋友们 所有甜美的果实 都需要汗水和劳动才能换来 如果做一件事情之前 还没付出 就只想着收获 这件事是不会成功的 有付出才会有收获 你明白了吗 是的 谢谢大家 这件事是否也要 好 лу那 南边 洋 冬池 北京 南边 激 南边 南边 南边